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2月15日年初四 星期一早上的第一節 今天還是紅日公眾假期 先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今天《蘋果日報》頭版報導 說香港警察原先打算向美國的一家槍械製造商扣入衝鋒槍 誰不知就礙於武器禁運的關係 所以這張訂單被取消了 現在據聞香港警察是想轉向捷克的一家武器製造商 到底最後買不買得到呢 似乎都有些難度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說說到底《蘋果》的報導是怎麼說的 他們說香港警隊早前向美國SIG廠 訂購了一千多支的 SIG516和MPX衝鋒槍 因為美國的武器禁運 而被SIG方面通知 全張訂單是要取消的 現在香港警隊就轉移向捷克的一家製造商 打算向他們買一千支衝鋒槍 目的就是要來替代現時的MP5衝鋒槍 其實自從去年7月以來 已經先後有多個國家 說要對香港警隊實施武器禁運 包括英國 美國和加拿大 都是去年7月的事 也是公開資訊 新聞報導也有說過 照計警隊內部進行採購的人員 他們應該都知道 實情這個消息 牛頭角順數都知道 沒理由說警隊內部的人不知道 而他們在知道這宗消息的情況下 仍然向美國的一些武器製造商購買衝鋒槍 這個決定就有點內人尋味 究竟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照計美國的廠商不肯向香港賣衝鋒槍 應該是意料中事 所以難免會令人聯想到 究竟香港警方是不是想測試 美國的底線是怎樣 尤其是當拜登上任以後 到底這個武器禁運的限制 是不是繼續存在呢 其實在去年7月的時候 美國宣佈了一些針對香港的措施 包括禁止向香港出售一些警察裝備 和限制軍民兩用的技術出口等等 所以警方的採購人員 向美國的廠商下訂單買衝鋒槍 這件事本身就很內人尋味 尤其是在19年的下半年 警隊曾經向大陸購入催淚彈 當時報紙也有賣 那時候已經有人質疑 究竟是不是英美對警方實施了這個武器禁運 所以就被迫要向大陸買催淚彈 香港警隊原本所使用的催淚彈 就是由一家英國的廠商所製造的 但是英國方面就已經宣佈了 說拒絕 再對香港 出售那些人群控制裝備 就是包括了催淚彈 所以當時已經有人質疑 是不是這個 英美等國的武器禁運發揮了作用 所以就要轉移向大陸買催淚彈 有了這個經驗以後 警方的採購人員 仍然是向美國的廠商下訂單買衝鋒槍 就是比較奇怪 如果真的想測試一下美國反應 現在的答案都出來了 就是美國對香港所實施的限制 似乎就沒有受到 這個政府換屆所影響 當然那家美國廠商為什麼要拒絕出售衝鋒槍 真實原因外奸就不知道 現在廠商本身也是沒有公佈的原因 但是一般都相信 是會受到19年7月所公佈的限制措施所影響 不然他無厘頭也不會說不賣 到底香港警方的回應又是怎樣呢 他們就說 一直都有依照既定的政策 程序 和守則 去採購合適裝備 並且會按照行動需要 對世界各地 不同類型的裝備 進行市場調查 和實質測試 確保所採購的裝備 就是符合安全標準 有關採購裝備的資料 是屬於警隊行動部署的細節 不宜公開 以免影響行動效能 這個答案都很搞笑 不說得給你聽 因為避免影響行動效能 現在人家不賣給你 還有什麼影響 蘋果的報導也提到 警方現在是看中了 捷克廠商所製造的衝鋒槍 初步打算是扣入約1000支 到底捷克方面會不會 那麼順滩 賣給香港警隊 似乎 那個難度也存在 歐盟駐港澳辦事處 在回覆蘋果查詢的時候 說到 歐洲理事會 在去年7月通過了決定 包括要進一步 審查和限制出口 那些雙信用在內部鎮壓 和截取通訊的 特定設備 和技術 是來到香港的 換言之 衝鋒槍有機會 落入了限制出口的範圍 說回歐洲理事會 其實 他跟歐盟委員會 或者歐盟 沒有什麼關係 歐洲理事會 早在1946年 已經成立了 他們成立的目的 就是要為了維護歐洲的人權 民主 和法治 和歐盟是兩個不同的架構 到底歐盟方面 他們會不會採取什麼措施 歐盟駐港澳辦說 歐盟明確表明了 會嚴重關切香港的事態發展 發出武器出口許可證的決定權 就是歐盟成員國國家的自身權限 而成員國普遍對中國 實行非常嚴格的武器出口政策 歐盟會繼續密切關注香港的情況 並且按此 考慮所有方案 這個決定權 落入了在捷克本身手上 到底捷克會不會限制 還是批准 當然這個就是由捷克的自主決定 現在香港警隊打算向捷克的廠商 賣手 扣入衝鋒 其實這個交易本身都是存在著變數 捷克本身也要面對著國家內部的民意 以及要面對著歐盟其他成員國的壓力 到最後 到底這個交易能不能夠成功 都看怕是有難度存在 但是就算最終買不到也好 香港警隊仍然是有偉大祖國作為後盾 這個催淚彈都可以向大陸買的時候 自然其實槍械的補充都可以向大陸買 但是為什麼警隊仍然這麼喜歡用來老貨呢 蘋果的報導就說 警隊早前是先後試煉過大陸和俄羅斯的槍械 但是就發現大陸的槍械價格雖然是便宜 不過那個造工就較為粗糙 而且穩定性不足 俄羅斯的槍械體積就太大了 不適合亞洲人的身形 除了槍械之外 警方過去也有向英美等國家訂購子彈 但是供應就懷疑受到禁運而出現影響 警方就曾經嘗試過轉向大陸軍火箱訂購 但是內部就反映 警方說買回來的子彈用作訓練用途的時候 就經常出現廢彈 因為國產子彈的穩定性不足 就出現了打不響的情況 以上這些的情景 其實部分解釋得到 為什麼香港警方 在明知道有可能有武器禁運的情況下 仍然都這麼熱衷於找歐美國家的廠商 去訂購 現在據報道警方就說轉向一些的捷克廠商入貨 同時也都可以測試得到 究竟那些歐盟國家 對於 將一些武器出售到香港 那個態度是怎樣 同時都可以試這件事出來 其實試這些東西對於警隊來說沒有損失 因為他下訂單的時候 照計就不用付錢字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時候 試得出如果別人肯買的他就照買 別人不肯買的他也試出了別人的態度是怎樣 當然去到最後 如果他們真的要替換現有的槍械 我相信就不成問題 只要轉移向大陸進口槍械和彈藥 多多都可以買 但到底質素如何呢 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